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我们这一集看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说大陆有人借钱回家过年 其实经常都说年关难过 不少人在新年期间就会选择借钱过年的 这一集就有一些回家过年的深圳人 就说自己借了4万发红包分2万 我们看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 提到了,由年26到大年初三 在回乡下短短8日时间里面 计为一家三口的路费 深圳的士师傅留名一共花了23,380元 去到年初七它借回来的4万元 剩下1万元不到 其实在大陆来说4万元是一个好多的钱来的 如果过一次年搞到自己负债累累 我自己觉得相当之不值 这样不如不要回乡下了,省回些钱 成4万元 如果像这个标题那样说,没了成2万元 那是几拿命的,派出去你根本收不回成本的嘛 那这个的士司机刘明继续讲 则新年前自己已经周围借钱了 去年收益又不好,但是啦 3年没回过去啦 怎样都要回去过一次年啦 其实在大部分中国人心里面 春节这两个词是非常之有份量的 回家过年啦 对于大部分离乡别井的打工仔来说 是整年最大的希望 虽然整天都讲啦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啦 但现实就不是口轻轻一句就可以完成得到的 来回交通费啦 给长辈同小朋友的红包、亲戚之间的礼品 买新年、新衣、新鞋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过年是意味着要花钱的 回家又要花钱 存款不够啊,那怎算啦 有不少人就开始选择借钱回家过年啦 那当中啦 有部分人是已经收入大缸的啦 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人啦 甚至有部分呢 刚刚结完婚 背着房贷、车贷的年轻夫妇 亦都有不少的单身寡佬啦 但这部分的人多数都是月光族 那刚才所讲的的士司机啊 刘明啊 同朋友素虎啊 说熟的、熟的全部借均了 但要过年啦 大家都没什么限钱啦 那些钱是左拼右拼借回来的 而今年啊 就是刘明由江西去到深圳 开的士的第13个年头 自从网约车兴起 这一个所谓的好职业光环 就由出租车司机身上退去啦 他们有行业危机的 在去年更加严重 不少被人裁员的人涌入去网约车行业 无优惠券按理程去计价的出租车 成为深圳年轻人的避胎 和非必要不坐的一个选项 那刘明呢就讲道 以前做这行啊 月收入啊 好容易就去到一万元啊 去年啊 有时候整日跑下来啊 都是得二百元啊 老婆同小朋友都在这边啊 他于是乎就在罗湖的边缘 找了个月租一千九百元的一房一厅 他说每个月如果是无行业补贴的话 真是要翻乡下的啦 他说去年年底啊 他同老婆计一计条数啊 才发现因为小朋友翻学 弟弟结婚 家里装修等等原因啊 刘明一年的收入结余啊 全年下来啊 只剩三千元而已 而同刘明一齐开出租车的兄弟呢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啊 他们都知道刘明三年没回老家了 所以当他开口借钱的时候 几个关係好的 都尽量去借一千两千给他 等他可以周转一下啦 但左拼右拼 都只是能够拼到万几元 担心钱不够啊 他第一次申请网贷 他说网贷这件事其实自己好惊的 以前只会在网路和新闻里面听到 最终就拿到四万元出来啦 加上自己自有的三千多元存款 就和老婆和小朋友一起回老家啦 可以怎样呢 三年没见过家里的老人家 就算借钱都要借到回去啦 而相比起刘明呢 潘仔同玉庭作为九十后 就说这次无钱的回家之女 是甜蜜的负担 因为这个是他们结婚之后 第一个一起过的新年啦 亦都是两个人第一次去对方家里登门拜年 他说道啦 好彩啊 我两个人都是长春 而且两个人的老家都好近啊 省了一笔几票钱啦 潘仔在一间小企业里面做程序远 月收入有万八元左右 而玉庭在二零二年年底被人裁完之后 就做了自由设计师 收入不多稳定啦 多的大概一万元出头啦 少的两到三千 但是我看他这个人工呢 在大陆来说算是高人工的啦 如果我们只是看他的家庭收入 还未生孩子的 潘仔和玉庭 在深圳来说应该可以过得非常之不错 但是为了结婚 他们买了车 买了一层二手楼啦 每个月的房贷加上车贷 支出就要万二元啦 剩下的钱就用来做社交啦 和日常生活 而为了令到今次新年回家是足够有面 他两个人将去年三万元的存款拿了出来 甚至乎又从信用卡和花币上 他透支了三万元 一共是拿了六万元出来 回家要用那么多钱 其实我现在这样听 都觉得非常之恐怖 另一个叫小花的人 他听到这些数字之后 他又说好歹自己还未结婚 不用那么多人情细顾 不过自己都不好得去哪 他说自己是月光族来的 他人工基本上都洗完去租屋那里 社交活动和日常吃喝玩乐的开销上面 亦都用不少钱 自己几乎是无存款的 他说原本公司是有十三个月人工的 就可以顶得顺过年啦 但是啦 作为花红的那一个月的人工 现在是影都不见了 于是他又决定了 但拿了那个月的人工之下 是透支网贷了五千元 去到一月中 小花已经提前去看新年回家的机票啦 但是春运期间机票的价格 最少都要九百多元 他说好彩深圳去到昆明有高铁 最后衡量了一下 就后補了高铁啦 最终以六百多元的价格 抢到年二十九回家的高铁票 刘明同样亦都选择坐高铁回江西南昌 虽然他的车价比小花便宜只要四百五十元 但是他拖家带口一次性要买三张车票 单程就要一千三百五十啦 来回已经是挨近二千七的啦 而潘仔和玉亭要回的长春 除了自驾和直达特快列车之外 还有的就是坐飞机这个选项 他们想到了如果自驾的话 有机会是遭遇暴风雪或者极端天气 直达特快列车都要坐好久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坐飞机回去 就算他们提前一个月买机票 都花了成四千元 而且只是单程票就要四千 还未包括回来那程 那就是说来回机票有机会是去到八千元 来到这里我想大家都理解到 为什么新年要借钱 只是交通费已经湯到一颈血了 而他们亦都讲到春运的票 越迟买就要越贵 但是如果你是不是都要买的话 既然决定了就直接买啦 比起机票 玉亭他觉得去见亲戚朋友 所准备的礼物才是大够的钱 他说以前就知道了 你回家一定不能够两手空空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礼节 亦都是所谓长大的代价 而他们是第一次成为已婚人士 特意走了转香港 买了燕窩人心这些补品 亦都买了化妆品、护肤品、银包等等的礼物 送给双方的家人 补品 花了一万元 其他零零碎碎的礼物 礼盒回家的手信 一共用了两万四千五百八十元 即是说他们借出来的钱 只是买礼物 已经用了三万五元左右 亦都因为去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就没搞婚礼 所以今次回去长春的博仔 就决定在饭店上面 摆回两位 他给了好多间酒店饭店的价格 他最后决定将预算 空底五千元以来 就请双方的亲戚朋友 过来一齐吃个饭 而为了这个饭局 玉亭又专门为潘仔 同自己准备了一身贵价的行头 他甚至去到二手奢侈品店 买了一个成色好又保值的奢侈手袋 用了万二元 而玉亭说到这里 就开始有一些挖苦自己的意味 挖多多少少自己是受到老家这一种攀比风气的影响 就算不当面说 背后亦都会有人说 哪个哪个家的小朋友 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出息 有没有回家孝敬父母 而他为了显得自己在深圳过得好 这些钱不用不行 同样了 亦都想令人觉得自己生活过得好好的 还有笑话 他回家之前 特意拿了三千元 去做了一个女士过年的三件套 是买了一件大红色的过年的新衣 而他更加提到 由小到大一起带的姐妹 今年为家买了好多新的电器回来 所以他觉得他都不能输给人 他妈妈曾经跟他说 说家的冰箱年代太久远 最近还说洗机都出了问题 于是他趁着年货节 在网上跟家落单 买了新冰箱和洗机 顺便买了一个智能浸脚筒 亦都跟老爸买了一个边围型按摩椅 一共洗了七千元人民币 他爸妈还说到 整日听到隔离轮社在说 说其他家的子女时不时回来 而他一年只是回去一次 而他今次决定一扎千金 就是为了令到亲戚朋友隔离屋看到 虽然他回家回得少 但自己同样都是非常之有孝心 他心里面计过一笔数 不理工作忙忙都好 其实他回一次家最少要花三千元 相比在潘仔两夫妻和小花刘明 他对自己每一元都觉得非常之欲赤 因为是借回来的 所以他花得好小心 车票提前买礼品提前网购 专门选一些性价比高 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无办法的 就是三年没回过家 是要给红包 他说车票离物都小意思 红包才是最大头 听说广东的红包都是十元二十元 好羡慕 流明一家三口的往返车票 就已经二千多了 去亲戚道送下礼 由四月四千五 红包支出高达两万元 他说江西不单止彩礼可怕 红包都好恐怖 而且包是一定要包 如果没那么多钱 肯定就会被人说 好没面子 所以只能够尽力去做 流明和父母 还有妈妈各准备了一份 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的红包 希望这些长辈在明年 都行过六六大迅的大运 至于自己家的小朋友 和亲家的小朋友 他一视同仁是二百元一个红包 其他远方来的亲戚的小朋友 就一百元红包 再加上零零碎碎 食饭等等的活动 去到大连初七 流明过年的洗费 已经高达两万八千元 不敢全部钱用光它 过年回来的话 还要还钱 因为那些钱借回来 是要还的 而且他们给红包的时候 亦都特意讲到 说他们是广东的夫妇 因为深圳结婚 红包就只不过是意头 反正他觉得 那些钱能够省就省 只要自己不尴尬的话 尴尬的就是其他人 而小花亦都有自知之明 他和家换了大的家电之后 他决定只是给父母 分别转账一千元去表达心意 其实这一个这样的文章 提到三个不同的家庭或个人 有月光族 新婚夫妇 结婚一段时间有小朋友的人 其实已经是可以反映到 大部分人的情况 其实看完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在大陆过新年过新年 原来那么恐怖 你给的红包给到那么高 而且要孝顺父母 当然啦 应比则比啦 还要去买家具 各方面的东西 还要换东西 最拿命的都不是这些 这些就叫孝敬长辈 能力范围做到的要给的 最拿命是什么 是交通费 竟然坐这些这样的车 一家几口 会用那么贵的价钱 所以过年对不少的大陆 普通人来说 是真是连关难过的 好了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 大家有什么想说 下面留言啦 那我们下集见啦 拜拜 拜拜